那這個聖母我剛去的時候就是 只有我最早去 大概4月2號 我那年是2009年 那我4月2號去的時候 大概都沒有其他人 所以我就這個這樣 然後我在建立第一億以後 然後一個禮拜 下了之後就不一樣 給你看一下 一個禮拜還要做什麼樣子 看起來很像傻瓜對不對 它就是帶缺氧的關係 建立一億以後 反而這個呆子一樣 環運很慢這樣 每次要拿東西都是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沒有這個是一本書 就說這個這個 就想不出來那是書 這樣 但是老細胞死了很多 但是 我在那邊拜一禮拜以後 下來之後 我看到發現到 整個基地已經不一樣了 看到沒有 然後 總共搭了 往一大堆上噴 一下都不認識 總共一下子那麼多 一夜之間 一個禮拜來那麼多人 然後 我剛剛上了他們說 有一千多個人員 裡面三百能不能再排 這是2.09年的時候 所以學霸人就是有一個習慣就是說 他要上去爬上 你必須要先給他找 喇嘛來幫他祈福 幫他祈福他才願意去爬 你會不會把他祈福他不上去 他在基地裡面再給你耗 這是聖古文的祈福 這個是太陽朗 然後這個是英國人保羅 這英國人保羅就是 他爬聖古文 他說他這次爬 那一年20月 他是第三次的 他是個警察 那國外公司比較自由 他把一整年的價錢 全部把他集中起來 然後就是要去爬聖古文 然後他自己起來存起來 跟價錢要了一點 然後前面兩次都沒有爬上去 然後這一次他又來爬 那學霸人就不想帶他 覺得沒有成就感這樣 因為帶上去 成功了才有獎金 那在他拿死薪水 然後又沒有獎金 都不想帶他 結果他就叫那個 就是他的學生 他找了兩個學生 去帶這個保羅 帶這個人 找了兩個學生 那本來想找找哪個學生帶 那兩個學生就問他說 兩次沒有成功的原因在哪裡 他說好像吸不到工具 他說沒有吸不到工具 因為他沒有錢買氧氣 他說你還多少錢 他還四千塊 他說全部拿出來 四千美金 他說全部拿出來給他買氧氣 氧氣一品是五百塊 五百塊是行 你買了以後 你在什麼地方 要吸這個拼的 他幫你背到那個地方 行這個價錢 一品就是五百塊 然後他就把他四千塊 總把氧氣 然後一路上給他背 一路上給他擺著 一路上給他擺 結果他就爬上去 爬上去他現在很高興 但是他有一個習俗 我們行的社會有一個習慣就是 所以代理上 你就給他一千塊美金的獎金 他兩個人帶他上去 他給他兩千塊美金 他沒錢 那學班人成功就跟他要錢 還沒錢 他說他有錢 他有塑膠錢 塑膠錢 山上沒辦法提塑膠錢 他又到家的滿多區 那實際上還可以家裡要錢 所以我叛爬成功以後 去家的滿多區 要許學班人吃飯 那就保羅你會出來 我會一起請他們吃嘛 所以一起爬了一個多月 快兩個月嘛 革命請趕了 請他出來吃飯 他不敢出來 他說他教育前還沒回來 寫班人不要他 他就暈假 然後後面不敢出來 我兒子離開家的滿多區的時候 他還沒有出來 還都躲在飯店裡面 因為他教育前還沒進來 那種印象也是 那這個是行差部隊 我那裡去的時候 因為像我 因為楊春 所以我會請的廚師是 離不好廚師 離不好廚師 離不好廚師煮的東西是很難吃的 很辛辣 這樣沒什麼味道 有時候就是 怪的沒有味道 還有味道也很怪 那他新加坡隊 他是大概 大陸有支援啊 所以他機會很聰明 他請了三個廚師 說有牛肉麵啊 什麼很好吃 食物都很好 那他大概是知道我們畫畫 因為我幫他畫了一下畫 畫一張可以只灌兩天的食物 就是說我會幫他畫 他的店長醜了 要不也幫他畫一張 這樣吃他這樣 我們吃了半個月這樣 他有六個隊員 那這個是 祝我燈林的雪霸 有兩個 這個是 摩拉馬 這個偏馬 這個是 那個醫療站 整個經典 健康做醫療站 這個是 最高的麵包店 也是最高的廷師間 他就是 冷氣狀況 就先把他擺在這裡面 因為底下都是冰 把冰凍起來這樣 那實際上 他底下都在冰盒上面 那我就用石頭把它蓋起來 所以他感到不會太溫暖 看看 看看我吃個食物 就是這個 一三八 這個還算比較好吃一點 就是 很多東西 他腳在一起 跟醬 跟醬 每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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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還沒有什麼 這個還算不錯 他有時候 把洗脖子 把他倒進去 然後 好難給你吃 這個是六千塊的地方 六千塊的地方 六千塊的地方 就是 六千塊的地方 就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 我手指很重要的 我手指很重要的 這母方六千塊的地方 就是 大家剛好有個凹地 這個地方 我們去爬七仙 建立七仙的基地 應該到八仙去的時候 遇到爆風雪的時候 要跑 你沒辦法直接跑到五千五 沒有能力 因為五千五有三十幾個 那兵器 你跟我過不去 他一定跑到六千 六千塊的地方 就過一個兵器而已 所以我們都會 跑到六千塊的地方 所以那邊一定 按錯 按錯 抹抹抹抹抹抹LP 麻糬 フザ URL 玉綿 在那邊拿出來了 我把他看了没有讲完的法讲 就是说6200的地方是我请了一个厨师 我总共请三个厨师 都是林博尔厨师 那有一个厨师是高地厨师 那我不晓得他哪一个是高地厨师 但是我知道我在基地里面的时候 我请三个厨师 我个人认为说 你三个厨师都要帮忙做事 结果我发现就两个厨师做事 另外一个都不做事 恰恰恰恰恰 每天在那边别人还要伺候他 刚开始我就有点生气 你只要一只要把他吹到闭口里面去 想说花那么多血清理 在那边撬门腿里面 还要找别人伺候女后 后来才发现那个就是高地厨师 就是我要说要建立第二营的时候 那天晚上他好像没有睡觉 凌晨一秒他就不见了 他就背着所有波派网 我们就跑到旅行路的地方去 把营地也建立起来了 站部也建起来了 然后我才发现那个是很有作业的 刚刚我又给你讲那个另外一部 这个是我从7400的地方往下拍 拍下来的 这个是7400 底下那个是6200 这个是6200 这是我讲的那个很著名的一个营地 叫做这个角落营地 这个是7400 那我们在民国85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有个队伍 这个高密合营队的 有两个人他十个人嘛 有两个人爬到这边 高密合跟陈运兰 后来陈运兰直到那边摔 他就摔死掉了 他为什么摔死掉了 他就是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对我搭绳子 看到没有对我搭绳子 这个帐篷出来一定要把安全包 勾在绳子上面 避免滑动 因为你一滑动啊 这加速度由于摔一定死掉了 所以你再跨入这个帐篷 一定要把安全包勾在绳子上面 避免滑动 滑动在勾动不越死 结果陈运兰出来 唱车手就是没有勾那个绳子 就摔死掉了 这死掉了 高密合营队也不好 爬上去 在7400的地方 遇到暴归一起来 那下来的时候就暴归一起来 鼻子也冻掉了 他在旁边那个7200 美国人好像全部都死掉了 这高密合营队也算蛮好 这个就是迪士尼 他们就叫死亡进去 那我拍这样是6、7拍的 我愿意一秒钟拍下来 一秒钟人都很清静 什么原因 因恶的地方很缺氧 所以一个人一个动作 大家就 搞不好要好几秒 一个动作搞不好要5、6秒才做一个动作 动作非常的慢 所以说我愿意一秒钟哪拍 人还是可以拍得下来 我们一般在屏幕里面 里面有30分至100以上 没有约40秒人是拍不清静 对不对 我这愿意一秒钟拍 人还是拍得下来 可是你的动作选择嘛 那这个就是 世界第六高峰 我纪念把9月换了去爬 结果中共不让我去 因为这个 最后上次就从东部那边 从大陆爬进去 世界第六高峰 那中共是说 西藏现在很乱 而且有南巴刺魂 又有一个刺魂了 所以纪念不要去 所以我就没有去 这就是我在发现 不能上台了 这个就是盛谷风 我刚好拍到 遇到喷射器 这个就是喷射器了 从这个地方走到 走到这个顶峰 来回到18个小时 就是你上去一下来 一定要走过来 那我那里去爬的时候 有一个加拿大人 他又无氧灯里了 就爬上去 然后到上面以后 他就走不动了 还没有爬到底 在西藏台阶的前面 他就走不动了 那我在前面爬了 看有人拿那个氧气给他吸 吸完就把墙回来 每个人过去都给他吸一口 大概他就实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就是盛设器了 遇到盛设器的时候 你不能再走 你看我们就是 我们上面有大身 然后人就会勾在那个舌骨上面 勾在舌骨上面 有四个人被困在那边 人就勾在舌骨 就不能动 我是 маш按 x2 人就不会在疏 你一定会扭乏 你过来 那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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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出来 我你有了 我再给你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 我再给你看这个影片 大概不知道爬山的难度啊 这个总共是我一个半小时 但是我给它剪一分钟 有点酷一下 剪一分钟算两分钟 这个是我让我们在这边 这个位置更高度是7400 7400的地方 然后这一个是他们20公尺的一个 斜坡20公尺 你猜爬了多久 爬了一个半小时 美国队啊 这是美国队艾姆街的第一队 我在这边 我这边录它啊 我以为说一下就好 结果我录了一卷半 它在爬山里面 你就是知道爬山的状况 它是7400的地方 这个是它的领队 它会相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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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卡這個就是說 像我們為什麼這個帳門 我們之前就要揹上來了 當然是我們走路走了很多趟 就是說我們工具從不應到 血霸人方向應到五千五個地方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起了兩個血霸 兩個套餐翔寶 還有我們三個人他就揹 先揹到六圈 反就拼起來 那六圈要揹到七圈 要揹好幾天 一直揹一直揹 揹到七圈 就七圈往內 再往上揹 就不要六圈 不要八圈 就一直揹到六圈 就一直揹到六圈 就一直揹到八圈 就一直揹到六圈 因為六圈往六圈 直揹到八圈 就是爬步是爬一攤 一攤一攤一攤 那幾圈 都揹到七圈 你走開 ентов 你走開 一攤一攤 五圈 這攤是 另外一攤 就像這樣 一攤 往下 走開 你驚可 可以 我先幫他講 像這個喔 他有一個攀爬器 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攀爬器 這攀爬器有什麼作用呢 這攀爬器有倒勾 這次我只會往前面 往前面推 往前面推就往前面爬 如果是我沒有力氣 它都會把你勾進去 就不會摔下來 不然一摔下來一定死掉 因為它變色很發暖 他的腳已經沒有力氣 踢到屁的邊去了 一定看他耗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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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下來的時候 那我 我下來的時候遇到這個 這也是美國人 他大概是因為他本來是跟著我們 他鼻子大概太尖了 那氧氣灶被那個石頭勾到 然後 鼻子碰到那個石頭 鼻子就黑掉 痛才沒辦法爬 就坐在那邊 結果我下來的時候看到他 我就看他還沒走 他問我爬上去 我說爬上去 他就哭得很傷心 結果剛才我有帶那個 松內皮刃糕 捲一包 給他兩包 讓他吃 吃之後就不哭了 吃了很高興 他中間 那時候他彈命沒有丟 另外一個美國人 彈命沒有丟 他就是 大家一會覺得 他就把他包起來這樣 把他拉下去 這時候我那一點去查一下 要五個 這個 彈命算比較低 那我下週一到暴風雪 那暴風雪的時候 我就是 因為毛流 毛流運東西走出來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蠔溝 我就沿著這蠔溝走出來 結果我走到 哥拉雪的時候 發現他後面有七八十個 就是這種胖子跑出來 就是不然被雪 有困住到十幾年了 那你等於成功沒想到快點下來 那我 聖母文講完了 我就是可以講一下這個 我爬世界第八高峰的 大力介紹一下 世界第八高峰就是 馬拉斯路峰 在2010年的時候 台北的這個 雅東一夜的夜台 這個豬橋關 他有去爬 他騎了 他跟李北良 還有李維東 三個人去爬 還沒有爬上去 我就因為去聽他演講 他 反而他演講 他講得很困難 覺得去不要冷病 後來我就一查之下 還想真的是要冷病 他那個死亡率是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那問題是我那時候 他們在演講的時候 我就吹牛說我要去爬 嘴巴都已經講出來 後來查查之下就後悔了 但後悔也不行了 就硬著頭也去爬了 結果一直算不錯 被我爬上去 就是這一座 他是兩個 要靈活完的一個頭一樣 一個腳一樣 實際上這個是比較低 這個是比較高 這個是8163 要爬自己邊 爬自己邊 我是2011年4月29號登領 所以運氣很好 很少像我這種時間登領 我去看他的資料 他就一個隊伍也有這種時間登領 他一遍兩個隊伍 交到我這個隊伍 我就是因為 本來我跟那個 這就是我去爬上那些 的業 我們不常不覺得 他媽呀 他沒有也رت如何 就在這邊 我們不懂 不然,他還不是 我沒有他 你的手 我來選擇 我選擇 這是我的手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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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他選擇 他一個手 車輪是有點水 它看過是手工師傅 它是衣服都是他們自己吃的 這你看看 看他們的旗幅 三馬數的旗幅 我們為什麼擦他們的欺負 就是 我們必須有其他人 到金幣營居 到世界霸的地方 把我們那些學霸人欺負 它也許我們擦他們的活動 那一天擦他們的活動 我們就曬金節 很古老的經典 就馬上有經典 被營機率馬上曬太陽 那一把牛頭給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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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好 然後一次晚了 又要開始 揹著那個 regen 再繞那個山順 然後他們... 在家 플�reens 两天会在地上 你咱们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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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拿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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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